大家好,我是马克 今天是库布里克最后一期 我们要和这位伟大的导演说再见了 他也正式用这部影片 大开眼界和世界说了再见 医生比尔和妻子爱丽丝 有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 受到比尔的客户西格勒的邀请 前来参加舞会 西格勒的舞会 富里堂皇像欧洲的宫殿 比尔是西格勒的私人医生 每年都会受到邀请 舞会上的钢琴师是比尔的大学同学 他退学了 没想到现在做了钢琴师 爱丽丝去了洗手间 比尔和钢琴师聊了起来 钢琴师告诉自己 自己这两周都在一个叫 座名曲咖啡的酒吧 有空可以过来 爱丽丝一个人喝香槟的时候 一位谈吐不凡的匈牙利人 对爱丽丝来了兴趣 邀请爱丽丝一起跳舞 并不断引诱爱丽丝 一起去楼上玩个游戏 爱丽丝喝了很多酒 在微醺之间 倒是很享受这种感觉 比尔则遇到了两个年轻女孩 相谈甚欢 两个女孩要带比尔去彩虹的尽头 被管家叫住 西格勒遇到点麻烦 需要比尔的帮助 爱丽丝享受了一段美妙的舞蹈 最终结束了 和这个匈牙利男人交谈 拒绝了他去楼上玩游戏 西格勒叫的妓女吸毒过量 昏迷不醒 比尔在楼上待了很久 妓女叫曼迪 最终醒了过来 比尔告诉曼迪 这次算你幸运 再有下次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第二天晚上 爱丽丝吃了一些 让人精神置换的药物 问比尔 你和昨天那两个女孩 玩游戏了吗 比尔说 没有 实际上是西格勒不太舒服 比尔问爱丽丝 你和跳舞的男人在干嘛 爱丽丝说 他想和我玩游戏咯 比尔说 我能理解 爱丽丝有些不太高兴 你是说男人只要和我聊天 就是想和我玩游戏 比尔说 我是男人 就是这样的 爱丽丝问 那你呢 比尔说 我是个例外 爱丽丝说 面对在你面前 疑似不挂的年轻女孩 你也是例外 比尔说 当然我是医生 专业的医生 爱丽丝对比尔 没有因为那个男人吃醋 感到不爽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 告诉了比尔 某个夏天度假的时候 自己爱上了一个海军军官 他只看了我一眼 我就像被定身术定住一样 满脑子都是他 直到今天 现在 此刻 只要遇到他 我会放弃一切 你 女儿 跟他远走高飞 比尔重重地 面无表情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两个人结婚了九年 生活已经平淡如水 如此 便会想要来点刺激的 发生一些改变 比尔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正好电话响了 比尔的一个客户 一个大富豪 刚刚去世 自己需要过去一趟 在出租车上 比尔满脑子 都是爱丽丝说的 刚才那个海军军官 富豪的女儿 向比尔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把比尔吓了一跳 比尔告诉他 我们根本不了解 你只是悲伤过度 拒绝了他 离开富豪家 比尔卖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满脑子都是想象出来的画面 对爱丽丝的精神出轨 愤怒不已 在一个路口 遇到一个妓女 在愤怒嫉妒的心情中 比尔想要报复 爱丽丝的精神出轨 两人的游戏 终于开始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爱丽丝 比尔接电话的时候 可以看到妓女的书架上 有一本社会学概述 比尔的心情 稍微平复了一些 决定离开这里 但是还是一样肤浅 比尔是一个医生 高收入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这么做会让他得到某些优越感 社会阶层的优越感 出来之后 比尔并不打算回家 逛到了钢琴师所在的酒吧 钢琴师告诉自己 一会儿还有一场 但是那场比较神秘 每次都是距离五回 开始一小时的时候 收到信息 他要蒙着眼睛 比尔也要过去 钢琴师告诉比尔 你是个秘密场所 我不能带你去 比尔说 我现在知道了暗语 你只要告诉我地址 我自己过去 钢琴师告诉比尔 去这个舞会 要穿礼服 带斗篷和面具 在卖面具的商店 店主的女儿和两个男人搞在一起 店主把这两个男人锁起来 并告诉他们 等着警察来吧 比尔坐了很久的出租车才到 比尔告诉出租车司机 你要是在这等我 我会多给你一百 他撕开了一百块 给了一半给司机 说了暗语 比尔被带到一个重宝一样的地方 这座宫殿一样的重宝 里面的人都披着躲篷戴着面具 中间像是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 钢琴师被蒙着眼睛弹奏 围从一圈的都是女人 脱去了衣服 仪式结束后 这里变成一个声打的派对 一个女人告诉比尔 你要赶快离开这里 你现在非常危险 比尔不知道女人是谁 为什么要警告自己 这里的所有人都戴着面具 看着眼前的一切 比尔见识到了 什么叫大开眼界 比尔正在观看表演的时候 刚才那个女人又来了 告诉比尔 你必须立刻离开 马上 男人把比尔带到了大堂 像个黑暗宗教 红色衣服的男人 让比尔摘下面具 并让比尔脱掉所有的衣服 比尔拒绝了他 红色男人说 你要是不脱 我们就帮你脱了 刚才那个女人站了出来 他要代替比尔赎罪 红色衣服问 你确定吗 女人说 确定 红色衣服告诉比尔 如果你想继续刺探 或者对任何人泄露一个字 你和你的家人 都会得到可怕的报复 比尔回到家 爱丽丝做了噩梦 梦里自己和很多男人玩游戏 甭会大哭 第二天一大早 比尔来到了钢琴师的酒店 发现钢琴师早上五点就退房离开了 一同离开的还有两个人 并且脸上有瘀伤 找不到钢琴师 比尔只好来还衣服 命具不见了 店主多收了25块 付钱的时候 店主女儿出来 还有昨天晚上那两个人 比尔问店主 你不是要报警的吗 店主说 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 店主搂着女儿告诉比尔 如果你之后有什么需要 不一定是服装 都可以过来 比尔让秘书 退掉了下午的预约 来到了昨天晚上的大门口 摄像头不停转动 像某人在时时看着自己 果然 不出一会儿 里面的人给自己一封信 信上写 放弃你毫无意义的调查 这算是第二次警告 希望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到此为止 脑子里对爱丽丝的精神出轨 永远感到愤怒 比尔来到了昨天晚上妓女的家 他不在 室友接待了比尔 便告诉比尔 他可能不会回来 比尔觉得这是一个暗号 兴致重浓 室友告诉比尔 你先冷静一下 是这样的 他尽早拿到了检测报告 HIV阳性 比尔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又伤心又庆幸 看来破财消灾 还是有道理的 街上这个男人总是跟着自己 比尔穿过好几条街道 终于 那个男人在一个路口离开了 比尔找了一家咖啡店 冷静一下心情 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 前选美皇后 西都过量 死在宾馆 这让比尔想到 那天在希格勒家 看到了那个妓女 曼迪 而这个选美皇后的名字 叫阿曼达 曼迪正是阿曼达的小名 比尔来到医院 发现新闻上的报道 正是曼迪 而昨天晚上警告自己 离开的女人 会不会是曼迪 希格勒有事找比尔 不是关于健康 是关于比尔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就当在做梦 钢琴师没事 他被送回西雅图了 我会想警告你的人 就是曼迪 但是曼迪的死 是他自己吸毒过量 没有谋杀 懂吗 你不能想象那些人是谁 我要是说出他们的名字 恐怕你要吓得睡不着觉 比尔不等 为什么发现了自己 希格勒说 全场所有人 只有你是坐出租车去的 还有你的外套里 发现了租服装的发票 比尔依旧不依不饶 继续追问 希格勒人无可忍 没了耐心 没有杀死任何人 有人死去 这再普通不过 生活还要继续不是吗 或者 知道他不再继续 你明白吗 比尔回到家中 看到放在床上的面具 崩溃大哭 告诉艾丽丝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如果你看过教育中的码头 就能明白面具放在床上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 比尔和爱丽丝说了一切 两个人都哭过 但是还是忍着情绪 带着女儿去买礼物 在商场 爱丽丝告诉比尔 我们应该庆幸 我们现在 还平平安安站在这里 陪女儿买礼物 那些冒险 不管是真的 还是梦 都结束了 我们现在醒过来了 比尔告诉爱丽丝 我爱你 永远 爱丽丝说 别 别说这个词 我现在听不到这个词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 等着我们去做 比尔问 什么事 爱丽丝说 玩个游戏 围巴 关于故事 关于讲故事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讲故事 还有一种是展示故事 讲故事 就是把一切剧情 讲出来 叙述出来 比如关于孤独 就是详细的叙述 这个人如何如何孤独 同样关于孤独 展示故事 不会说孤独这个词 不会叙述如何如何孤独 比如可以拍一个人 每天早上 准点被闹钟叫醒 穿戴整齐 准时来到一片草地 坐在一棵大槐树下看雨 天色暗了以后 准时回家 准时吃饭 准时睡觉 这就是展示故事 你甚至可以不用一句台词 剔除掉准时起床 穿戴整齐和草地 这部电影的内容 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通过一对争产阶级 家庭还算比较富裕的夫妇 展示纽约曼哈顿社会上层 超级富豪 和金字塔顶尖的人生活 以及这些人的生活 对社会的影响 在比尔第一次来到妓女家 书架上的书 就写得很清楚 《社会学盖书》 社会学盖书出现在妓女的房间里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妓女是什么 是工具人 是仆人 是明码标价 可以被买卖的仆人 而比尔也出现在这里 比尔可是很体面的 有着不菲的收入 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但是对于希格勒来说 医生和妓女是一样的 都是明码标价的仆人 尽管比尔花钱不眨眼 无论是给出租服装的店铺 还是出租车司机 妓女 比尔把一百块四重两半 引诱出租车司机的时候 是完全不眨眼的 尽管比尔在希格勒的舞会上 举止优雅 谈吐不凡 看起来和希格勒是拼的关系 尽管尽管尽管如此 但面对那晚的神秘派对 钢琴好友被神秘送走 妓女神秘死亡 比尔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 当希格勒告诉比尔 生活还要继续不是吗 生活怎样继续 直到她不再继续 你明白吗 妓女到底是怎么死的 面具是如何放到床上 钢琴朋友 是真的回来西雅图 还是去了哪里 面对这些神秘的问题 比尔和爱丽丝选择紧闭双眼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如果还想继续的话 性是逃离邪恶现实的避难所 其爱博士 全金属外科 无不是如此 面对着超级富有 权力庞大的上流社会的人 这些普通人 仆人 工具人 像商品一样 被随意买卖 使用 然后丢弃 比尔的女儿 在影片的最后 在商店挑选礼物 一个婴儿车 一个泰迪行 一个芭比娃娃 她为幸福的长大 成为一个有文化 有教养 有美丽的仆人 对于这一切 你可以大开眼界 或者紧闭双眼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关于社会学的概述 大致就是以上内容 我先走了 各位再见 库布里克拿起奖桌上的课本 拍拍衣服上的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